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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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我今天跟各位談到就是說 這個反彈 這個走勢是蠻亂的 就是早上一度漲一百多點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裡為什麼漲100多點 就是這個開太高了 這檔開得太高 這檔572開到579 這沒什麼意思對不對 你這樣7塊錢56點 台積電1塊錢就8點 所以那些指數不是只有台積電 因為大家只要一般的股票 尤其是全值股 看到台積電漲就想要跟著漲 因為它是指標 如果它跌就大家就想要跟著跌 所以它會有影響力 它不是一般小型股 一般小型股你漲停你漲停你的 跌停跌停你的 人家也不管它 可是對於這個重點全值股 第一名的它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所以早上曾經一度漲100多點 就是台積電這樣子 那後來不是曾經也是 差不多快跌停 不是快平盤 你自己想看看 它打到這邊7塊錢下來 就打了56點了 尾盤這邊曾經又跌破一個昨天的底點 又拖拉 拖拉2塊錢 2塊錢又是16點 很不意思 你覺得嗎 就是它的影響力太大了 所以會影響到大家情緒 如果你很在乎這個指數的變動 那會很麻煩 最近會很麻煩 因為它根本沒有成交量 才1萬多張 竟然1萬多張可以這樣子 可以主導行情這麼大 才1萬張而已 這張公司有2593萬張 那張宗某他有12.5萬張 張宗某啦 另外現在目前兩個頭 兩個頭頭一個是董事長 一個是總裁 大概都是有將近1萬張 那這有2593萬張 你有幾張 你可能不少啦 還有100張 2500幾萬張 2500幾萬張 一天算成功 這算萬幾張 有得好笑嗎 這沒有代表性 你知道嗎 所以就變成量縮啦 你看跌 因為它也跌不下來啊 它也跌在平盤而已啊 跌不下來就變成量縮起來了 量縮 你今天今天是一個漲多的回測啊 你要反攻或是要扭轉 要改變方向 是不是要有更大的力量 那你想想看 那你想想看 早上開高 沒什麼人要買嘛 不才會量縮 不是很 沒什麼人要買 沒什麼人要買 像有些人套勞但是不想賣 因為它還沒有急跌 因為它還沒有急跌 還忍得住嘛 心情還可以忍得住嘛 休憩一下嘛 但是如果急跌的話就忍不住了 急跌啦 比如說像之前這樣子很恐怖啊 這個急跌啊 這個什麼叫急跌 兩波的急跌 這你不賣都不行啊 因為借錢買股票的 它會被你不賣 營業員會幫你賣啊 營業員就比較 你沒要差跌了 沒要差跌跟你賣掉啊 所以很多人那時候長期投資的 我不是講說 你根本就忍受不了那五六千點 早就已經出場了 你在看好的股票就算漲了好幾倍 你也沒有啦 因為你通通在這邊已經被清除 被清理戰場了 你已經推出股市了 因為你就沒有材料可以賺掉了 你沒有錢可以補啊 你借錢啊 你如果用現狗做 你可能可以度過狼關嘛 所以我不是說你不要借錢啦 不要貪心啦 一千萬你就做一千萬 你不要一千萬做兩千五百萬 自己一千萬再給你借兩千五百萬 利息無關啦 但是你問多 你自己才有一千萬 你為什麼要跟他借一千五百萬再玩股票 你玩那麼大幹嘛 玩那麼大 等一下的話就兩倍半啦 人家輸10%你也輸25% 你就會吸收啊 就不停損啊 不停損就擺著 擺著就被人家處理掉 這個會不會像以前那麼恐怖 當然不會啊 現在倒頭耶 現在是多頭市場耶 怎麼可能會像這麼恐怖 這是空頭市場的最後的桿底耶 那不一樣耶 這是多頭市場 我每天都跟你說這些多頭市場的回測 那多頭市場回測第一關當然到月線嘛 這個叫月線嘛 月線扣底值在這裡嘛 十日線扣底值在這裡嘛 所以這已經保白了 十日線已經保白了 就是說十日線它反彈 它扣底值高值嘛 所以這個會往下彎啊 往下彎啊 這條線 就雙周線先往下彎 最短線極短線先往下彎嘛 那月線扣底值在這裡嘛 那只要它站著不動 它就會一直往上扣底高嘛 對不對 這個箭頭會跑 後來是它跌快一點 跌比這個低的時候 這一條也是往下彎啊 如果這兩條線都往下彎 就會到這裡來 這是技術分析啦 你聽人不要太客氣啦 我是說 我沒有跟你說基本面啦 因為你要吃基本面 我就給你吃泡麵啦 你的股票也在落了 你每天都在基本面 常在說什麼 沒有跟你說這個啦 你想往通股突然間漲停板 哪有什麼基本面 那人要錢跌下去就去啊 錢打下去就撲一個漲停板啊 你是在開玩笑啊 那就是基本面 基本面都一樣啊 今天的基本面跟昨天還不是都一樣 網通股 我說今天很多網通股不是漲停板嘛 不是都一樣 跟上禮拜的基本面不都一樣 為什麼昨天沒有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 但錢不下去就好啊 上漲靠前堆 你就會百歲了 不百歲了 網通股今天漲就變拉麵嘛 哪有什麼基本面啊 都一樣啊 我說你要聽得有嗎 錢人家處理的啦 你說這個第一關他到月線 他會先有抵抗嘛 你看你看這個 我早上就講過了 昨天我不是在解盤嗎 我說美國會反彈 我有沒有要講啊 昨天我就講不是今天講 我說到月線 基本上今天會反彈 有什麼反彈嗎 有什麼反彈啊 怎麼不反彈 盤中也起百多點一下 我不是說月線會反彈 有什麼反彈 有什麼什麼 到月線啊 到月線不是反彈嗎 到月線不是反彈 到月線都反彈啊 有沒有 反彈啊 有什麼反彈啊 有什麼反彈啊 這組就比較奇怪了 這也不知道是不是 賣什麼 到月線都沒有想反彈 叫巴頭啊 被壓著 都沒有反彈 要一直快到季線了 這組比較用 現在亞洲 亞洲股市大概是日本最用 也是到月線啊 反彈啊 有什麼反彈啊 有什麼反彈啊 這個是德國嘛 德國要到月線季線 再短到季線 兩度到季線啊 那你這樣子 因為它漲的也少啦 所以它跌下來就會 這只有30檔股票 所以跌下來也 也很快啦 那幅度其實不大啦 這參考性也是有的 只是沒有那麼標準 如果到月線 到月線的反彈啊 我今天測標寫什麼 寫說 你反彈你正常一直要攻擊 你如果說有很多人想要買股票 願意用好的價錢跟他買股票 那那些賣方他也願意賣啊 如果你給他好價錢 他當然要賣啊 你給他當你要買他跌停板他不要啊 他不要賣啊 就像今天我們 我今天通知我會員 那我講這個你就參考就好 我通知我會員說 我們買這一檔買多少你知道啊 我們通知會員說買145塊 你沒有聽錯我就說買145塊 這很好笑對不對 那我就跟會員講說 你就買145塊啦 多一塊我就不要啦 但是我們買得到嗎 沒有關係啊 我們只要手機點一下 說要買145塊 買不到還要花錢啊 這還要拿錢出來啊 所以我們要買你明明知道 可能買不到 那為什麼你要訂145塊 是不行嗎 交易手有說我不行不能這樣做嗎 搞不好 還要講喔 你了解嗎 搞不好突然間 如果大盤下去 八千還要講啊 買不到也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沒關係嘛 沒關係嘛 就好像有些人想要賣漲停板 也可以掛 掛到漲停板啊 賣不掉嘛 沒有關係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為什麼要掛145塊 我就是說 如果禮拜五要除息嘛 我賣到這裡嘛 我那天不是賣掉 有跟你講166、166.5嘛 那我買大概賺十幾塊嘛 沒有很多啦 你們這一波大概賺十幾塊就落跑了 做過了八爪啊 常常在 最近從這裡開始就沒有在做這樣的股票 145塊啦 明天知道 可能我也告訴會兒 明天我們搞不好還是會 再掛漲停板 掛跌停板看有沒有機會買到 買不到也沒關係啊 外公快要花錢 那你聽好嗎 出價哪就要錢啦 所以你怎麼會這樣說 我很不想 很不想參加儲息 我是說如果有第一天辦 我們就摸牌 參加儲息 第一天我們就給他落跑 還是第二天我們就給他落跑 我們就不想回去倒資 這支醫藥會變低價股 我告訴你 好不好 你明天就要決定要不要儲息啊 那我沒有意見嘛 因為你一定會儲息 因為你套牢兩百多塊 你當然會儲息啊 對不對 我不講給那個長期投資的人聽的嘛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參加 你如果說認為這檔儲息以後會漲 假設你認為會漲 你也可以參加這支啊 這支七月份才有儲息啊 比較慢啊 你也可以參加這支啊 為什麼要參加這個 假設長榮會漲 萬海揚民會不會漲 我只要問你這句話 那長榮七十塊的股息 怎麼填息 怎麼填息啊 我問你啊 怎麼填息啦 填幾年啊 會不會填息啊 搞不好越走越低啊 搞不好要貼息 誰知道 我是說假設你現在 沒有辦法說服自己 不買航運股 你看長榮要儲息 你也可以參加萬海跟亞民 也許可以這樣做啊 聽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說要參加儲息 這支也比較有可能會填息 這支儲息五塊而已 五塊啦 這支十二十塊啦 這支七十塊是要跟他們說什麼 別說了啦 一直在講那個殖利利 沒有水準 你講那個殖利利 那輸不起才在講那個殖利利 輸不起 股票在賺什麼殖利利 填息才有殖利利啊 沒有填息才有殖利利啊 我們股票是要做價差 我們沒在跟他們回去投資 因為我現在一直跟你講說 指數看起來都還沒有停止 這只是反彈 還是有可能再往下跌 因為你看美國看歐洲 看各國股市都是一樣 漲都總是要走這條路 所以我們買股票買慢一點 要等 那你說短線來講都空手 我也沒有叫我會員說要空手 因為股票有時候高錢 你沒給他沒用 他好像說你都拿錢 都在那裡練消費 我不能跟會員抗信說 今天觀望結束 開盤就是收盤 這樣今天就結束 這樣我們這張間收益的錢 人家也是不開心啊 所以我們多少會做 做一個低線 撤幾個股票不算 但是那些都是做低線 那隨時盤是變動的 我們就落下了 我們要走得很快 你落到那個時候 其實有操作沒有操作也沒有關係 但是有操作一定是短線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說要整個波段的操作 當然我覺得這是跌太少了 因為從這一波 這一波上來 一五四二四這邊也漲了快兩千點 如果以主升段來講這一波上來 我昨天來講 漲了三千多點 那真的這漲了兩千多點 這三千多點 那才跌這麼一點點 這樣夠嗎 這自己想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家講什麼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線 我在上禮拜在TG裡面要講 對不對 TG有講說 有三檔股票 請你打電話到公司來 詢問服務人員 對不對 我講的是服務人員 不是我 所以你在這邊 我上禮拜有講 你在這邊問我 我都不會理你 在這邊 在TG裡面 詢問我都不會理你 在Line at 我都不會理你 為什麼 我有我的原則 我如果說 你可以在Line at裡面詢問 我親自回答 那我一定照做 可是我已經跟你講說 你要再打電話來詢問 那你又在聽不懂 又在Line at問我 那我就不理你 這我的原則 三檔股票 你不要再在Line at問我 不要再問我 我沒這麼用 這個意思嗎 而且我們也沒有在免費 再回答人家的問題 投稿本來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說這支 這支 我說這支回撤的買點在哪裡 不是很多人說 那天私募 我不是在TG裡講說 私募定價是1448塊 它怎麼定價 我寫得很複雜 你要仔細看 很多人說1448塊是鐵板價 我就說那沒特色 沒有讀書 那主要原因 不是你想像這麼單純 所以我在TG裡面寫得很複雜 你要看清楚一點 那我在等這兩股票的買點 因為我們前一波是 是這邊買 1120當天買就馬上公開 但是當然不可能說 賣到這麼高 我就說過我們也不賺這麼多 我們就賺4成多而已 我做過這支在做 我們在等 另外這一支也是一樣 我們在等 這支之前買不是買這裡嗎 101010 買了還套勞好幾天 記得嗎 這也是在等 另外一支我說就是 你問這三支 這高檔我當然叫你賣 這支這一檔股票會比較快 跌到進場拐點 但是也不一定說 這禮拜就會到 為什麼進場拐點 是一個波段的買點 你說指數來講 它不可能說很迅速 一兩天就跌下去 應該下個月應該主要 如果會大幅的修認 應該是下個月 就是下個月跌幅跟跌點 才有可能擴大 這我預估的 你也不要想去 我們參考 所以你跌算裡面 你不可能說兩三天 我給他六天就六天 不是這樣 但是這個譬如說 譬如說上這檔股票就好了 像這個明天就很有機會反彈 所以為什麼 我說就 我說了 為什麼 我猜好了 我猜得好了 翻譚說你要酸 酸你聽不懂 這已經薄白了 蓋頭蓋面 翻譚說要有月限壓制 這是空方式 是啊 這支股票是短空長空的 這完整性跟它不一樣 這支還很用 你說這個IP局 AI局 這支現在最用 這支 目前這支最飯堂 現在這支最用 我跟你講 如果短線 大盤還沒有大跌 我先講 如果大盤還沒有大跌 還在整理 放來放去 最有機會創新高就是這個 創新高就是這個高點 不是歷史高點 就是這支 就是這支 你注意就對了 現在所有AI股票 最用的變成資源 有好勝負 以前最飯堂 現在變成飯堆 那會補氣 我說的 比較簡單 就是 人家出回事先 創意要補 錢專來支援 你聽不懂 做比較保守 這支就不可能 這支我們就猛算了 我做好幾次了 這回完 給你拿月猛算了 就 賺一點點就好了 你看我們比較保守 你看我們都在 你看我上個禮拜不是跟你講 我們買這一檔 買這支就去用銷 那為什麼我們放在這裡 中鋼啊 我去不去我沒關係 因為 夢想你聽不懂 我不是真正要很積極要操作 我今天本來就是跟會員講說 我們去買這檔跌停板 假設我們買到 因為我們要買兩成嘛 一千萬要買兩百萬 我們要買跌停板 我說假設有買到這支就賣掉 那為什麼那支 那支就不要大錢 那支是先錢 就股票放的而已 為什麼 那是保守防疫型股票 你聽不懂 就有點類似 像中華電信台客 那種意思 那大盤人家會 對這種股票沒什麼影響 搞不好還會漲 了解我意思 所以你這種股票要等 你買點後回來 但是你不要在那邊問我 你如果說你自己 還是覺得說你想要知道 你就自己打電話 問網服務人員 這支不用問 這支就是有可能創短線高點 這支比較 這支明天會應該就反彈 反彈你要賣還會跌 反彈你要賣還會跌下來 這樣你了解為什麼 那其他的股票 零零種種 你看像譬如說像今天很多網通股漲 這種股票漲就是要補漲 這也要做什麼 就是補漲 反彈 這也是不錯的股票 不好意思 網通股今天去的 騎頂班的很多機 強勢的蠻多的 我們是技術面 我們沒有跟你說資本面 你說的不好 說的不會跌 國平如果跌 自然有人跟你說資本面很好 國平如果漏空 沒有人跟你說資本面很好 所以技術面比較重要 技術分析最大用處在情緒管理 我們要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好 什麼時候要買什麼時候要賣 就是用技術分析 當依靠 你看現在我們操作變漸漸保守 漸漸觀望 持股少一點 股票買少一點 現金多一點 我們就是用技術分析 在控制我們的情緒 否則在牌面上每天跑來跑去 你每天就想要買股票 有些人就是常常講一句話 就說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你要看股票 有的股票你拉回找買點 要輸會快一點 我不會跟你騙 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只是反彈盤而已 未來的操作 你還是要特別的 要小心操作 加了還有Telegram 193008 我想講得很清楚 你如果操作上不太會操作 有任何問題打電話到公司來問 還有機會反彈 但是反彈要賣 林鄭老師 我 你就來找我反彈 我通知你賣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先賣再來買 我們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